两名园警牢牢压住车门 确认支援警力到场才开门放人 原来这些人都是路人避寨的嫌犯 遭到警方围捕成功 就在摩铁前被压制逮捕 要求嫌犯蹲下 警方附带搜索车内 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果然在车里找到这个东西 搜出瓦斯空气枪 警方怀疑这就是犯案工具 暗夜鲁人案发生在新北市鲁州 19号凌晨一对夫妻报案 说儿子欠钱被掳走 必须交付150万元 但不知道人现在在哪里 警方调查后发现 26岁的谢信男子 因为迁读网络运动博弈 输了310万元 原本跟女友约好去泰山区汽车旅馆 开开心心开好房间的女友 没想到开门进来的竟然是三名债主 并将人掳走 协商后让他先还150万 虽然欠债金额直接砍半 但掳人讨债的行为已经触法 警方立即定位手机讯后 警方发现被害人 从泰山市的汽车旅馆被带走 而且车辆经过树林 五谷再绕到土城 总车程30公里 以为绕来绕去就能躲避长期 立即调阅监视器 确认犯嫌车辆位置 立即出动警力 前往追弃 并通报组成分局 协助轮材围捕 跨出联防奏效 短短两小时救援破案 警方即刻救援成功 进行曹林学伟采访不到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